想要教大家就是使用我們的雙手 所以你雖然沒有工具還是可以操作 欸那真的很方便 臉部本身就容易水腫容易浮腫 或者是說臉部的肌肉很僵硬的人 所以你推完前後的差異會更大 我這一年來其實臉膠蠻多的 啊對真的 我自己有在喝 大家好歡迎來到害害者聊事我是了解 但也了解終一大小事今天要聊什麼呢 我們先首先歡迎一下楊醫師 楊醫師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大家好我是楊醫師 那今天呢其實有很多粉絲跟我們敲碗說 我想要請楊醫師來教我們怎麼按摩 尤其是按臉的部分 因為常常很多粉絲他跟我們講說 他早上臉起來都很容易水腫 那這部分是可以用按摩來解決的嗎 好啊那我今天就跟大家介紹一些 按摩臉部的一些小技巧 不過我們今天的影片呢想要教大家就是 使用我們的雙手 所以你雖然沒有工具還是可以操作 欸那真的很方便欸 對對對 所以直接現在就開始 嗯對 我就跟著你這樣做 大家鏡頭前可以跟著一起做這樣 啊對那在開始之前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臉部的皮膚是很細緻的 所以你在做按摩之前 一定一定要使用像是精油啊 或者是說像米衣 哦 要讓皮膚的滋潤度比較夠 減少摩擦力 不然你可能越推 反而細紋會更多 那我們第一個要介紹的部位呢 是額頭 那額頭的話 我們就用我們的四根手指頭 放在額頭的終點 對那用輕輕的畫圈的方式 慢慢的往額頭的外側推 嗯 對那推到我們的髮際線的時候呢 就是因為現代人蠻多都戴口罩 那會覺得說可能會 側邊的肌肉會肌膜會非常的緊繃 那我們可以就是順勢 往我們的耳朵的側邊 這一塊有一塊肌肉叫做滅肌的部分 往這邊側邊慢慢的往後推開 這樣那力道要很大嗎 我們臉部的按摩很重要的是 力道建議要輕柔 這個動作的目的 只是為了要放鬆底下的肌肉跟筋膜 那去預防像抬頭蚊的形成的感覺 OK 對所以力道不要到太強 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是我們的眼睛周邊 那眼睛周邊的話 就要更小心了 因為這邊的皮膚比其他部位更薄 所以眼睛周圍 我建議是用我們的無名字的這個指節 就輕輕的貼在油框的邊緣 然後慢慢的輕輕的慢慢的往外滑 對於那種長時間看電腦 眼睛會乾澀 其實也有舒緩的效果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現在剛好在換季的季節 那蠻多人有鼻過敏的問題 鼻過敏的人很容易會有一些黑眼圈 那我們這邊還可以再多加一個動作 從我們鼻翼旁邊的影像學這個位置 那我們就用實質的方式 用小小的圈圈畫圈的方式 慢慢的往我們的那個眼角的地方推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 是我們的臉頰 臉頰的話主要就是要按我們的 我們的顴骨跟下汗骨的位置 那透過讓肌肉拉提的方式 來減少髮硬膜的行程 那顴骨大家可以先找到自己的 就是臉頰這邊這樣子 顴骨骨頭凸凸的位置 然後旁邊的顴骨 因為我們等一下按的位置 就是順著這個顴骨全弓 往我們的耳朵方向 那這邊按摩的方式呢 是用兩隻手 我們食指跟中指的指節 對 那就可以用這個方式把它貼在 你的骨頭的上下圓 然後輕輕的順著臉頰 往耳朵的方向推 我剛剛按完之後 我就發現我現在眼睛很熱 對 其實推的方式正確 你會覺得臉有一種 微微熱熱的感覺這樣子 對 好 那最後一個呢 是我們的耳朵後面頸 脖子的地方 耳朵後面頸 那這個位置的話 因為耳後這邊有蠻多的淋巴結 所以我會希望大家就是換成 用雙手握拳 用我們的四隻手的指節的方式 然後就順著我們的耳朵的後側 往脖子的側邊 順著往下刮 那可以兩隻手一起 因為對稱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比較好施力 對 那不過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 因為我們脖子的前面 我們脖子的前面呢 有一條血管 頸動脈這個位置 那頸動脈上面 甚至還有一個構造叫頸動脈洞 這個部位 如果你反覆的刺激按摩的話 可能會讓你的血壓降低 血流的功量減少 可能會昏倒 所以記得在推的時候 一定是 推我們的那個側邊以後這個區 那不要說過度去刺激到脖子前側的位置 懂 對 我剛才跟著你這樣的步驟 整個做完之後 我發現我氣色整個很好 這樣子的話就等於說我們的臉 會整個這樣拉提起來的意思 對 因為其實如果你是 臉部本身就容易水腫 乳液浮腫 或者是說臉部的肌肉很僵硬的人 聽你推完前後的差異會更大 對 那剛剛我們是講到按摩的部分 那有沒有什麼 飲食上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 像我們在做按摩結束後 一定要多留意水分的補充 因為水分的補充會非常的重要 難怪我每次去按摩的時候 都會發現說按完它會給我一杯茶 一方面是補充水分 再來這些茶椅 應該裡面都有放一些去濕的中藥材 所以可以幫助讓消腫的效果會更明顯 這樣子 那你要跟我複習一下 因為我們自己在家按完之後 可能也想要自己泡一杯來喝消腫 這樣子 那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過年有拍過一片 就是過年必喝的消腫 就是我們去大道成的那個時候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那如果說你真的覺得 哇不知道怎麼去拿捏 藥材跟劑量的話 也可以買已經調配好的 像是七米窯條去市場 因為它裡面的成分大概也是幫助我們 能夠加速淋巴的代謝 真的因為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我這一年來其實臉消蠻多了 對真的 我們自己有在喝 真的因為我回去再看我第一次拍那個 也是刮沙的影片 那個臉跟現在你們完全不一樣 有感覺嗎 有有有 好你一定要說有 哈哈 那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再問我們洋藝士的 什麼問題都可以在留言處跟我們說 看你要敲完什麼樣的議題 我們都可以告訴你 好那今天就在那麼久沒有結尾了 你還記得嗎 呃是 好如果喜歡的話 好如果喜歡我們這支影片的話 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還有 那記得開啟小鈴鐺 對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支影片囉 好先這樣子 拜拜 拜拜 今天的話我們要先從哪裡開始 我先擠一下錄音 好 因為我 你塗得不夠均勻 看起來會有點 會 你會有點白 你要不要等一下塗完去照個鏡子啊 因為你現在 我覺得我現在要先去先去塗完 然後再過來 因為你現在也會白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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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